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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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不下去 大勇 孙大叔已经走了 我说了我吃不下去 营长 你不吃大家都 你给我出去 出去 大勇 你冷静一点 我跟孙大叔整整生活了七年 他就像我爹一样 你才认识的几天 老孙头参加革命十二年 在这十二年里 他背着一口大锅 南征北战 打日本 打老奖 咱们独立营 几乎每一个战士 都吃过他做的饭 他就像我们的父亲 兄长一样 爱护着我们 我们为失去这样的亲人 和战友 感到深深的悲痛 同志们 咱们在盘弄的作战中 牺牲的不只是老孙头一个人 还有大个子 还有迫击炮手 张三喜 咱们独立营 牺牲了二百三十八个战友 二百三十八个战友啊 同志们 我们要继承先天们的遗志 要把保卫延安的战斗 进行到底 就要好好地活下去 就要好好地吃饭 我相信 这是老孙头 最希望看到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营长 营长 营长你就答应我吧 这儿有草 你就答应我吧 营长 你小子 打了盘龙 刚立了功 你就不老实了 营长 我就请半天假 就半天 你们连长同意了 我们连长说了 他只有两个小时权限 超过两个小时 得营长批准 我说你在陕北也没啥亲戚啊 你老家 不在山北 不在山北吗 营长我真的有事 你准了我吧 营长 有事 你得跟我讲 啊 要不我怎么准你的家 这不瞎胡闹吗 我 我 哎 营长我就实话跟您说吧 打盘龙的时候 我看见我弟弟了 你弟弟 啊 他在盘龙干啥啊 打仗呗 哪个部队的 是167旅的 敌人的 他是我弟弟啊 现在他人在哪儿啊 嗯 一定是在解放营 我就看一眼 就一眼也好放心哪 解放营安全的呢 用不着你操心 那 那 那要是不在呢 哎 他要不在 你去也没用 我 我不跟你说了 我找教导员去 站住 你腿上的伤咋样了 没事 就擦掉一块皮 你想的行啊 炸毁敌人的碉堡 就受了这么点伤 只要换成我 也不过如此嘛 好 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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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